好的 先请合照 我今見聞得受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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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願解如來真實意 願解如來真實意 各位老師可以去大家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看課本120頁 62經 整到第三行 如實觀察 前面是 常當休息 方便禪師 內疾其心 這個是第一步 就是說 我們聽到佛法後 佛法給我們的觀念 我們要 要時不時拿出來想 就是要 利用時間 急進的時候 找一個安靜的地方 或是 自己靜下來的時候 就要這樣想 所以 常當休息 方便禪師 內疾其心 因為我們有時候是這樣 我們境界很多 那 尤其是 團體住在一起 那麼會有很多境界 那麼這些境界 通常都是有好有不好 但是好的事 我們高興一下就過了 好的事通常很高興一下就過了 但是不好的事會放很久 會 一直放一直想 好的事想一下就不再想了 不好的事 會想很久 那麼 當你在想的時候 那麼 你也是 很專注在想 想這件事 想這個人 想怎麼會這樣 想應該要怎麼樣 那麼 這個是我們的習慣 那 佛法告訴我們的就是說 那麼 當你在想的時候 要如理 所以他這裡開始講 那麼 內疾其心 其實你專注的想 其實我們在煩惱的時候 很亂 但是 還是很專注 意思就是說 你雖然是很亂 但是你很專注的在想這件事 想這個人 那 越想越亂 那麼 就是說 專門 就是 你就是針對這件事 針對這個人 針對這個情緒 那麼 你會 沒有辦法釋懷 好 那 現在我們來看 那 一般我們到底要怎麼想 通常我們像我們讀這種雜含 那 像現在是雲相應 那雲相應 那雲相應都是叫你觀察五雲 射受想行事 可是 有些人會覺得 就觀察射受想行事 他的意思就是說 我坐下來的時候 就觀察射 觀察受 觀察想 觀察行 觀察死 好像這些瘦想行事 是一個一個擺在那裡 這個是玫瑰花 這個是茉莉花 這個是藍花 讓你慢慢去觀賞一樣 一幅一幅畫讓你觀賞一樣 不是這樣 特別是受想行事 這個受就是你的心 就是你的情緒 那麼觀察苦 那是你的負面情緒 它就是 它就是你真 那你的情緒從哪裡來 當然 當然是從你面對境界 晚上想是早上跟中午的境界 那麼或是昨天的境界 或是去年的境界 或是你夾雜 那麼它叫你觀苦 我們先來看這個經文 那其實很多人 還是不會如實觀察 很多人還是不會如實觀察 就是說 它境界來的時候 它的心依然 就順著煩惱 就順著煩惱想 怎麼會這樣 怎麼可以這樣 那好像就是這樣 一直想一想 然後轉不出來 就是說 它沒有回到根本上 我們來看 它說 雲何如實觀察 先來看這個經 它說 此是色 此是色疾 此是色滅 此是色滅 那麼 那這個我們可以從 因為它通常都是從 極滅未患離 那你要知道極滅未患離的過程 其實也是苦疾滅到的過程 這個未患離 那基本上就是道跟滅 那麼苦疾滅到 那麼疾就是追究它的原因 種種的原因 因為一件事 一件事之所以形成 一個煩惱之所以形成 它也絕對不會是單一原因 絕對不會是 所以有很多種原因 那你要找那個關鍵的原因 然後我們先來 這個經是 一般也是很常見的 就是說 我們看到的就是 觀色受想行事 其滅未患離這些 那底下看 此是受 此是想 此是行 此是事 那一樣是疾跟滅 未患禮 受未受萬受禮 好 那麼行事 那麼 於刺無反夫 於苦於樂 我們來看 於刺無反夫 就是 有兩種 一種就是它不懂 它沒聽過 無知 一種是無知 那一種是 就是它連聽都沒聽過 應該要這樣想 一種是 聽是有聽過 聞是有聞 但沒有多聞 所謂的多聞就是 它反覆 多次的 深入的 就是說 它聞過它就忘了 但是 這個 你必須要常常提起來想 就是說 遇見境界的時候 你就是要想 佛到底是怎麼教我們的 祂叫我們關 色受想行事 是平常沒事的時候 在關的嗎 就是說 你閒閒 有沒空的時候 不知道想什麼的時候 就來想一下色受想行事嗎 不是這樣的 當然你要找時間 專注的想 但是這一些想 這一些想 基本上是能夠 用在 用在你 遇見境界的時候 就好像 我常常講一個P 你在學校 專心的讀書 教數學 背九九成法 那個當然要專心的背 你來的時候背不起來 九一得九 九二十八 九三二十七 就這樣背 背了 然後加減乘除 上那邊加減乘除 專門在 專門在那個課堂上 那 寫那個 加減乘除 加減乘除 五加五等於十 十五加十五等於三十 三十乘以二等於十五 反正你就這樣寫 這樣算 那個當然是 沒有境界的時候 就只是在運算 那麼現在我們讀這個經 有一點像這樣 在學校讀數學 可是你讀這個是做什麼用 你沒事讀這個做什麼用 只是為了拿畢業證書嗎 當然不是啊 出社會可以用啊 你要做生意 要買東西 最基本的 你領薪水 你都可以算啊 你要這樣用的 那比如說像我們現在在讀這些 你只是讀來增加這次的 當然不是嘛 當然是要來用的嘛 那問題來了 他怎麼用 很多人讀了還是不會用 會不會用 看你用問題就知道你會不會用啊 那就是說 你在遇見這個問題的時候 你依然是著重在那個靜 心靜思合合 生觸 我們說關鍵在觸 關鍵在觸 觸之後有的受 心 靜 應該不是心靜思 是根靜思 這個心是以四為主 心是 根靜思 那這個心包含 包含很多 就根靜思 合合生觸 觸之後就有受 想 思 好 那我們卡在這裡了 卡在這裡了 就是說 我們遇見 我們的耳朵 聽到 這個聲音 眼睛看到這個人 然後接觸到這個人 然後發生很多事 一再一再的發生這件事 那麼我們有不好的苦受 我們有不好的印象 對這個人有不好的印象 甚至對這件事 產生排斥 產生恐懼 那麼感受不好 那麼我們不知道怎麼做 是嘛 神力決定動方 開始 進入一種抉擇 就是說我到底要怎麼做才好 我才能夠讓這個人 這件事 不再讓我產生苦受 那當然 佛法要從因上解決 沒有錯 但是因 因為這裡講 極滅未患禮 苦在這裡 那麼 極 滅 極滅就是生滅 這件事有 這件事沒有了 這個痛苦生起了 這個痛苦消失了 這個煩惱生起了 這個煩惱沒有了 那通常 他說極滅未患禮 他叫你如時之 我們都想要你 但是 你基本上 胃就是 你被這些事情卡住了 直取上來 它造成你的困擾 讓你 怎麼做都不對 怎麼講都不對 所以你那個苦受就一直存在 苦就是問題 那個問題 那個是你不想擁有的問題 他就是苦 在你生命中出現你不想看到的狀況 不想要的問題 但是你又沒辦法解決 無法解決 那麼 所以他的印象 不好的印象會加深 那麼不好的感受會加重 就一直在這邊循環 那麼會讓你的心力越來越雷落 那麼通常 通常 因為我們有時候 沒有仔細去 瞭解 瞭解這個整個過程 就是說 舉個例來講 你如果一直把 一直把問題放在這個鏡上 這個是大多數人的狀況 就一直放在排除這個鏡上 那麼他是錯誤的 那麼 當然也不是躲避 逃避 看不到就好 眼不見為近 或是不聽就好 也不是這樣 這個是在感官上的 比如說 逃避的方式 那麼也是一樣 他也是逃避這個鏡 看不到或怎麼樣 他重點是在這裡 他試了別的之後 他會展生從種的情緒 我們把所有種種情緒有關的 那麼全部都叫做心 他重點是在你的心 那麼遇見了這件事 比如說 好 現在有苦 現在有苦 那麼你大部分的人 第一個問題就是說 誰讓我受苦 誰讓我受苦 看起來是 那個人讓我受苦 他導致我受苦 這件事情讓我受苦 那麼看起來是這樣 實際上他只是因緣之一而已 他只是近而已 他只是近而已 他還要你的根 就是你要接受 你的根要集取 要看得到 聽得到 而且你的事還要了別 這事怎麼進行了別就很重要了 你怎麼看待這件事 同樣一件事 你怎麼看待這件事 它就非常重要 那麼這個事 不同的事 產生不同的 就是事 如果我們簡單講 事只是了別而已 但是你這個了別是 加入了很多你過去的經驗 跟你的知識 跟你的這一種觀念 那麼夾雜在一起的 通常這種觀念 很多都是錯誤的 所以當你在解決苦的時候 你不單單只是在解決苦 你要解決苦因 這一些瘦 從瘦 因為瘦 瘦是苦 它會讓你想要解決問題 可是多數的人 在解決苦瘦的時候 並沒有從苦因開始急 然後他沒有思維到他的過患 他的過患就是 因為他的慰就是慰著 就是你直取到這種境界 那你一旦直取這種境界 你就一直在境界上 一直在境界上賺圈子 你怎麼賺怎麼賺 你賺不出那個圈子 因為境界就算消失了 你那一種直取境界的心 不會消失 那麼再有類似的境界 還是相 就算他沒有了 你內心那個陰影依然會在 那麼再有相似的境界限期的時候 你馬上會結合住 所以就會形成很多錯誤的抉擇 就會有 因為不好的印象馬上會上來 那麼我們先來看課本 就是說他到底教我們 如果要關到底要怎麼關 那麼有兩種 一種就是 就好像我們讀書 在學校學的很專心學 出來在社會上用的 那麼在沒有人的時候 專心關的 那麼在遇見境界有人的時候 怎麼樣把這個關用上來 那你在學校考數學加減全數都一百分 去便利商店買 買東西不會算 那這樣不是 那你學這些有什麼用 用處不大 所以他這裡講 我們先來看 他說 好我們先來講這個 如實觀察 如其事實 那因為大多數的人不如實 不如實就是 你所看的不真的是這樣子 你所想的不是真的 你所想的這個樣子 簡單來講 這個人常常形成我的困擾 那麼你認為 你的目標就是 原因在這個人身上 那麼其實這個 真的要來講 非常錯綜複雜 怎麼錯綜複雜呢 第一個是你跟他的姻緣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你跟他的業 也是一個共業 然後因緣 彼此的因緣 那麼彼此的業有共業 還有你的善根福德 力量不夠 你的智慧不夠 那麼它也是一個原因 就好像你免疫力不好 你就容易生病 那麼病毒是一個原因 但病毒不是唯一的原因 你自己身體不好也是一個原因 那麼力量不夠 那你暴露在高危險病毒的環境 你當然就容易染病毒 那麼病毒一旦染上 你體內沒有消滅它的機制 或是你戰勝不了它 那麼病毒就佔上風 好 那麼你內在的智慧不夠 那當然煩惱一來 煩惱就佔上風 那麼一旦有苦受 就開始生起煩惱 一旦有苦受就開始生起煩惱 一生起煩惱就加重那個苦受 它就形成一種循環 就好像你抵抗抑弱 那麼有了病毒 病毒身體本來就變好 生病了讓你更虛弱 虛弱了更容易感染病毒 感染其他的病毒 那其實它就是這樣 所以像那一種艾滋病的 它就是整個免疫系統被破壞 那麼這個殺死它的不是艾滋病毒 都是其他的病毒 因為它的免疫系統破壞掉了 那麼所以我們通常 我們通常會被煩惱折磨到死的 通常是因為我們內在那一套 智慧系統沒有建立 那麼智慧其實就是 我們心裡面的免疫系統 對抗種種的煩惱的 種種的煩惱病毒的 貪稱吃的 那麼這一套系統不健全 所以佛陀會講 會受苦的都是愚痴無聞凡覆 因為你沒有真正建立一套 這個免疫系統 那麼所謂的智慧它就是 調伏煩惱的能力嗎 覺察煩惱的能力嗎 斷除煩惱的能力嗎 它就是這樣嘛 所以一旦有煩惱現前 不管是什麼煩惱 因人 因事 因物 社會的 國家的 家庭的 個人的 它不外乎就這一些嗎 那麼這一些煩惱不管是怎麼樣 只要是煩惱它都有因有緣 它的因一定在你的了別上面 然後其他的只是緣 只是你的禁 只是你的禁 那麼你取這個 然後處 它產生處 有明相應 當你接觸到這樣的不好 或是好的人事物的時候 不管好不好它都會起煩惱 那是 如果你沒有智慧 不管好不好你都會起煩惱 如果你具有純熟的智慧 不管好不好你都不會起煩惱 那麼你有適當的智慧 就是有些會起煩惱 有些不會起煩惱 比較粗重的你才抵抗不了 那一般的對你來講 其實都沒有什麼過患 你不會因之起煩惱 那怎麼樣培養這一套 智慧的免疫系統呢 其實它就是這樣 你要如實觀察 觀察這個情緒 比如說簡單講 我們先簡單講 只是說我受苦了 我們通常會把苦的因緣歸咎到 讓我們受苦的人事物上面 但你有沒有好好想一想 佛陀常常教我們的 第一個 苦什麼是苦 苦怎麼來的 它就是急啊 生起 它是怎麼生起的 那我們很快的就是它造成的 我們很快的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不如實觀察 你沒有如實 苦真的是完全由它造成的嗎 那麼你要好好想這個問題 就是苦到底 苦疾 你疾 這個疾就是疾起的因緣嘛 生起的因緣嘛 你沒有看清楚 你沒有了解 你沒有辦法滅 沒有辦法滅 後面的未換鯉就沒有辦法了 因為你的執著點 你沒有抓到 你到底是繩子綁在哪裡 繩子綁在左腳 你去右腳找繩子 你怎麼找也找不到繩子啊 你就以為沒有被綁住 那麼所以你沒有辦法解開那個解 或是很多條繩子綁著 右腳也綁 左腳也綁 左手也綁 那麼右手也綁 那你只看到 你只看到左腳跟左手的 你沒看到右手跟右腳的 你就是要解繩子 你也是解開了 你也覺得還在綁住 所以問題並沒有真正解決 所以 這種就是你要受苦的時候 你第一個要先觀察 苦到底是怎麼形成的 那麼苦是一種情緒 一種感受 苦它是一種感受 那這種感受來自於哪裡 來自於認知 就是事嘛 認知嘛 認知系統嘛 我認知這樣的情況 這樣的情況 現在我感覺到怎麼樣 我不好受 那問題是一般的人 他會直接以煩惱對峙煩惱 學佛的人 他會有一點懷疑 我又不能 我又不能像世間人這樣 但是我又不想這樣一直煩惱 我又不能 不能像世間人這樣 以報自報 以怨自怨 以二口對峙二口 我又不要 但是我又沒有辦法解決 我不知道怎麼辦 所以他在這個 這個行這一邊卡住 那麼受根想他確定了 這個不是不好的 這個人不好 可是我不知道怎麼解決 就會有這樣的情況 那麼你要回過頭來 先想一下 這個苦到底是怎麼形成的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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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如果 因為你要知道 你所面對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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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不是你可以決定的 今天要不要下雨 你會遇見什麼人 遇見的這些人 每一個人 心情好不好 會對你講什麼話 對你帶來利益 還是對你帶來痛苦 這一些你是沒有辦法遇見的 也沒有辦法決定的 即使佛都沒辦法 佛都沒辦法 有什麼人要來找他 會不會罵他 還是要來供養他 還是要來讚嘆他 還是要來跟他出家 還是要來拆他的台 還是要來跟他辯論 這個是他沒有辦法決定的 他在路上遇到的人 給他好臉色不好臉色 接下來要發生什麼事 他沒有辦法決定 那麼每一個人都是這樣 即使是佛也這樣 所以能夠決定 能夠決定的就是 我們在遇見這件事的時候 我們用什麼樣的觀念 什麼樣的態度去面對這件事 那個要養成習慣的 就是你在受苦的時候 先把這個向外的心拿回來 這個苦我感受不好 苦受有苦受很明顯 這個苦到底是怎麼生起的 它怎麼形成這種苦受的 你把重點放在苦受上面 然後你如果可以的話 你可以更進一步 誰在受苦 那還沒有的話 先放在苦受就好 如果進一步關 那誰在受苦 那麼他慢慢慢慢 他那個苦受就不見了 苦受就不見了 那我們先來看 他說因為你不如實觀察 你沒有如其事實 如其真實 因為你所觀察的 我們也觀察 怎麼不觀察 就是他啊 就是他啊 那麼 此受急 這種感受 生起 感受消失 那麼這種感受 直取 直取這種感受 那麼 你直取了 你沒有辦法 沒有去觀察 他的過患 因為 他過患是什麼 是你 直取這種感受的過患 你不如實觀察 你直取這種感受的過患 而不是 這個人帶給我的過患 不是這樣 所以 那個是受 那麼你 不思為他的過患 當然你就沒有辦法遠離 那麼不如實觀察過 因為你不如實觀察 他說接下來會怎麼樣呢 於受 樂著生起 樂著生起就是你懶著 但是沒有人會懶著苦受 那實際上 我們看起來是這樣 大家都要離苦 沒有人會對這個 對這個苦受懶著 其實 苦受更容易懶著 懶著就是抓著不放 所以我們剛才講了 快樂的時候 一下子就過了 而且過了就過了 你也會回想 但不會一直回想 回想幾次 就沒有了 那個不會像那一種 就好像好話 你不會餘陰落糧 三略不絕 不會 但是一個人 有一個很惡毒的話 那個不是落糧三略 那個是聚糧三個月 那麼你會很痛苦 一直在那一種痛苦 一直在那一種痛苦 這個就是職取 這個就是熱著 叫做懶著 愛熱懶著 你看起來是不愛不樂的 但其實它是一種形容詞 形容你 你擔著 擔練在這個境界上 那麼好的 快樂的境界 你總是 那一種懶著性 也有 也有 也會懶著 但是 不好的境界 懶著性更強 你放在心裡面 就好像 幫助你的人 你也會感恩 但很少感恩一輩子的 很少 很少感恩一輩子的 傷害你的人 很多都是恨一輩子的 真的 這個是很常見的事 很常見的事 你被別人傷害 恨一輩子的 很多 那麼受到人家的幫忙 感恩一輩子的 很少 非常少 這個就情況看出來了 懶著的力道 那麼 那麼所以這種 這種現象 它基本上就叫做 勒著 於受勒著生 只取 只取不放 那麼只取不放 就生有 取就原有 有原生 生原老病死 憂悲老苦 那麼煩惱又生起 煩惱生起 那麼開始 經過它 如果它變化 基本上比如說 這個人這樣 那麼 它一定會變 變得更好 或變更不好而已 但是 如果你生只取的時候 那麼你就 你就會產生 新的業 因為愛取 六 就是促受愛 取 取之後 只取之後 因為愛 受想失 它開始就會造業 那麼業 這個業 它就會原生 就是你這個業成熟 那當然 當然你就會怎麼樣 你就會 有輪迴 有生 有老病死的輪迴 那 這裡 當然你也可以從 因為你染著 這個 你通常 所有的染著都從 我見我愛來 我見我愛會加強 會加強 會加強 那麼加強的時候 那麼你下一輩子的因緣 又升起了 那麼 如果從這一件事來講 一個人來講 那麼 因為你的心 在這件事上染著 那麼 你由這件事 這個人 他不斷起煩惱 那麼 下一次 下一次 他讓你受苦的因緣 又準備好了 現在離開了 但是你沒有處理好 你心裡面就 恨這個人 怪這個人 那麼 詛咒這個人 那麼 當這種染著性 強的時候 他已經準備好 下一次煩惱的因緣了 下一次 但是你這樣遇見這個人的時候 那個因緣又開始了 那麼 又形成同樣的 像人的輪迴一樣 那麼 這一種 這一種問題 這一種苦 也不斷在輪迴 就像人生老病死 一樣 又被老苦一樣 苦又有 又開始起來了 苦又生了 苦又生了 那麼 他就在 苦什麼時候生起了 就在你面對苦的時候 你又止取 又在這個苦 像起煩惱 又在這個苦上執著 在這個境界上 我們說嘛 一個是業的問題 一個是緣 其實不外乎都是 所有的問題 不外乎三件事 叫做此心此業此緣 好 那麼重點是這個心 那麼你面對這個境 心跟境 你面對這個境 你的心 你的心 面對這個境 假設它是一個煩惱境 它與其是人 與其是事 與其是物 假設它是一個煩惱境 那麼人是物 心面對這個境 起種種的煩惱 心起種種的煩惱 它有苦受 受想失 這個境如果是不好的 好的不好的都一樣 受想行事 那麼我們講受想失 那麼 心面對這個境 煩惱境的時候 那麼起種種不好的煩惱 煩惱的 這個我們叫做無名相應 無名相應 觸 那觸底下就有受想失 無名相應觸 就無名相應的 煩惱相應的 它是無名相應的 心心所 那麼 當你無名相應的時候 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 失之後 就開始造業了 不管你是透過言語 透過態度 還是心裡面只是這樣想 心這樣想 也是業 叫做意業 那麼開始有所謂的業 這種業 基本上 也是無名相應的 就是煩惱 我們叫做惡業 或叫做黑業 或叫做有肉業 反正就是不好的 都是煩惱相應 夾雜煩惱 善的有所謂也是 是貪 那也是煩惱的 那麼這種業 因為所有的力量都是業力 表面上看的業 都是業力 這個業力 因緣合合的 它就顯現 所以業力要顯現 它必須 就是一個成熟 成熟之後 它因緣合合 假使百千絕 手照夜不晚 因緣匯玉食 果報還之壽 那就是說 好 那我遇見這個人 那麼 我因為這個人 帶給我傷害 我起了煩惱 我起了苦受 起了煩惱 那起了煩惱 我心裡面 對這件事 這個人 我特別討厭 特別厭煩 那麼 我在這裡上起了煩惱 那麼也許在原理上 也許在態度上 也許在行為上 就生口意嘛 那麼 造作了這些業 那麼不斷累積的形成 因為他 現在我們 現在我們 遇見這個人 發生這種事 那已經是一種結果了喔 那已經是因緣會議時了喔 就是說 我會遇見這個人 表示我跟這個人有緣嗎 我跟這個人 遇見了發生這種事 那麼表示他是因緣會議時嗎 已經是果報成熟了嘛 好 那這種果報成熟的狀態 不管是好不好 好就善緣嘛 不好就惡緣嘛 好就是我一善緣再起善心 就善緣增善嘛 加深嘛 我一不好的就是惡緣再增善嘛 那麼這一次的惡緣 這一次的惡緣 會帶動下一次的惡緣 這一次的善心善緣會帶動 因為善心善緣造作的善業 會帶動下一次的什麼樣 因緣合合 因為你累積的業 它會有一種力量 那你的心推動 所以你下一次的生死 一定由這一次 這一次的生死來決定 下一次的苦受一定由這一次的 這一次的行為來決定 你下一次會不會再繼續受苦 那麼 但是你不能說 那我這一次 起好心了 我為什麼下一次還受苦 因為你要受苦的業還沒完 你要累 你那個業比如說 你舉個例來講 你要累積 你必須要受三次受苦的業 但是你到第二次之後 你又開始造第四次的業 你忍了兩次 那麼第三次還必須要再受一次 假設它業果成熟就是這樣 那麼你第三次 你又造新的業 那因為你覺得 就算我這樣做 我還是要受苦 所以我乾脆不要這樣做 我繼續造業 所以你就會累積第五次第六次的業 那麼所以那這樣又形成了 又會形成同樣的問題 那就不斷的循環 不斷的循環 所以它的因通常都在你的心上 那麼由心造業 這個業由心感造這個源 它通常都在這個心上 所以為什麼後來會講 會講一切為心造 為事會講為事無盡 為什麼會這麼講 它通常就是 它把重點拉回到這個心事上 那本來就是這樣 就是你的心在造作的 若人欲了之三世一切否 因觀法界信一切為心造 那通常是這樣 但是這個理如果你沒有仔細想 你沒有仔細想 你沒有想透的話 你一定會在這個境界上繞圈子 一定在境界上繞圈子 你所繞的圈子 不外乎是貪嗔痴圍起來的圈子 真的 不離開貪嗔痴圍起來的圈子 那麼它一定又是此心此業此緣 這個業敢造這個源 這個源又讓你造這個業 讓你的心 這個是心跟靜的問題而已 心會追逐這個靜 靜又反過來影響這個心 心靜互為影響互為緣起 它本來就是這樣 所以佛法裡面 佛法裡面 它除了五韻講身心互為緣起 身體影響這個心 心影響這個身體 你的身心本身的思維 就影響下一次的身心 身心是互為緣起的 還有講的就是心跟靜 我們受到境界的影響 我們的心受到境界的影響 但是這個影響 你如果會思維 會如實觀察 這個影響只會帶來好的影響 不會有不好的影響 你透過這個境界更了解世間的實相 什麼像 無常苦空無我 你會更了解 但是如果沒有 你就是透過這個境界 你會更增長貪嗔痴 煩惱會相虛 因為每一件事都讓你很痛苦 就是讓你不痛苦的 那麼你也很懶著愛樂 這些他不是 都是一直在賺 但是如果你能夠好好觀察 你內心到底這些苦 都是怎麼生起的 那麼你其實 看到了 你就知道要怎麼解決 那麼這個事你是很清楚的 那其實就是三件事而已 這些世間種種的一些像 就三件事 叫做此心此夜此緣 那一切都是業力 業力 那麼這個業力 業力它在因緣聚足的時候 一定要有緣 那麼強大的業 它本身因緣就成熟 那麼人跟人在一起 他們一定是有那一種因緣 只是善緣跟惡緣 有肉緣跟無肉緣 親近緣跟雜欄緣 差別而已 那我們在這個 在這樣的因緣底下 我們必須要做怎麼樣的觀察 那這個是佛法教我們的 所以你要觀察 你有沒有懶著 直取 那麼如果有懶著直取 那麼未來的苦還會再生起 那麼這裡 就是取緣有緣生老病死優悲老苦 就是煩惱還會再生 煩惱生的時候 那麼你就會帶來痛苦 煩惱當下就透苦 煩惱當下你就受苦 那麼煩惱 依煩惱而造的業 未來還會讓你受苦 依煩惱心發出 就是煩惱心感召的緣 也會讓你受苦 所以 如果從三世兩仇因果來看也可以 但是不用從三世兩仇 就從一件事情的苦受開始看 也是這樣 就是你這一次的苦 你這一次的苦 決定了你下一次會不會再受苦 那麼就是因為這一件事而沒有受下一次的苦 並不是說那今天我都依儒死觀察了 我下一生就不會有苦 沒有 你要等這個苦受完 等這個苦的業力受完 它有餘業 就好像你就算正阿羅漢 你的生苦還沒完 那個夜還沒完 那個夜報生還在 夜報生沒有了它還不受苦 那你跟它的業緣還沒消 你就算你本身的惡業也沒有了 但是你跟它的惡緣還沒有 何況你的惡業都還沒有消 所以它基本上還會有苦受 但是因為你如實觀察 你照做的苦因 苦因 那麼你的心 那麼不再繼續相續那個業那個緣 就是你惡因惡業惡緣 你不再相續 惡因就是你的心 惡心 那麼惡因惡業惡緣你不再相續 那麼你未來受苦的機率就越來越少 那麼取決於你還沒有照做之前 那一個惡因惡業惡緣 但是不管你有多大的惡因惡業惡緣 你如果都是這樣處理 那未來都不會再有 那所以 因為這樣 取緣有緣生 生緣老病時 憂悲惱苦 如是存大苦 聚 從己而勝 是明色己 是明受想行事己 它這裡是在講 我們的五運到底怎麼來的 那麼包括 那我們的這些感受到底怎麼來的 那麼你還要繼續想 那麼我們的印象到底是怎麼來的 我對這件事這個人的印象如實嗎 他真的是這樣嗎 他真的是我認為的這樣嗎 他不能改變嗎 不會改變嗎 如果可以 那要怎麼樣可以改變 我的這個感受是真實的嗎 還是我加上了很多我自己的想法看法 還是他真實是如此的 通常都是我們加上很多東西的 加料的 通常是我們加料的 所以你把這個東西看清楚 你那個反應就不會過度 不是叫你沒有反應 是叫你不要有過度錯誤的反應 反應大家都會有怎麼沒有反應 如果一隻蛇要咬佛 佛也會走開啊 他會放著給他咬嗎 不會啊 所以怎麼會沒有反應呢 都有反應啊 但是不要有過度跟錯誤的反應 可是我們因為不如實的原因 經常會有過度錯誤的反應 而且反應很快 所以要叫你要冷靜 那麼好好想 通常都是這樣 不然你馬上會有那一種習慣性的反應 而且這種習慣性的反應 通常都是錯誤的比較多 所以一般人在極大的憤怒之下 不要去做決定就是這樣 因為這種決定都是不如實的 你非常生氣的狀態下你去做決定 這種都是從不如實觀察而來 大部分是過度的錯誤的 所以我們來看 他說這個就是色受想行事 的行程 就是我們為什麼出現在這個世界 那不外乎就是兩個原因嗎 叫做無名跟貪愛嗎 那貪愛怎麼來 就是愛娶嗎 貪愛之後就會有子娶 那貪愛怎麼來 貪愛就是受想死云來的嗎 跟近似和合生來的嗎 處 無名相應處 處去受想死 有這些情緒 這些情緒不如實觀察 是有生貪愛 就是你在面對境界的時候 你沒有如實觀察 沒有冷靜智慧的觀察 沒有內疾其心 內疾其心就是定 冷靜 安定 平靜 平靜的心 正確的觀察 這個就是定根會啊 內疾其心是指嗎 如實觀察是會嘛 觀嘛 指觀定會嘛 基本上是這樣 佛法 這個並不是你在普團上的時候才有 沒有 不是 你在事情發生的時候你就有了 那個 你在事情發生的時候 你就能夠內疾其心如實觀察 所以也因為這樣 一般說 佛藏在定中嗎 那且藏在定嗎 其實他就是這個意思 心一直是處在平靜的狀態下 並不是一定是入在定裡面 他要去脫波他怎麼入定 他要走路 每天早上都要去脫波 要跟佛弟子說法 他怎麼藏在定 沒有辦法 所以他講的是這個意思 就是說你的心是處在平靜的狀態 而且是智慧的狀態下 他是定位具足的 那我們凡夫當然沒有辦法像佛這樣 但是一分一分成就啊 可以是可以的 真的 就是每一件事情 那麼你 看法跟別人不一樣 跟一般的凡夫不一樣 這個是觀 那麼你一件事情 你不會亂 你心異常的平靜 跟一般的人不一樣 一般的人 就是遇見 好跟不好的 他都異常的興奮 那麼不好的當然就是 就是他也很氣憤 那麼好的他也很興奮 反正就是他的心浮動的厲害 那如果是我們的話 不管 第一句話的反應 一件事 就算很詫異 你也很冷靜的觀察 養成習慣 現在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先弄清楚 然後一定要習慣 看到境界的時候 馬上要看到自己的心 我們通常就一直在境界上著眼 琢磨啦 一直注意他在怎麼說 繼續在怎麼說 然後一直注意他的態度 一直注意他的言詞 言語 把他的話反覆研究再研究 分析再分析 就是 什麼都看得清楚啦 就是自己的心看不清楚 那麼這個是很常見的喔 這個是很常見的 那麼如果你這樣的話 你就永遠找不到路 找不到那個因 你把他的每一句話 他的意圖 他背後的動機 全部都研究過啦 真的你很會研究這個東西啊 但是就是沒有看到自己的心 那這個是因啊 這個是主因啊 這個是極啊 這個是真正的正因啊 其他的頂多能夠叫圓而已啊 那我們在這一件事上 沒有養成習慣 我們還好 就是說我還好有遇到佛法 那麼在面對很多境界的時候 會想 會努力稍微想 養成冷靜的習慣 先想 看 現在到底 先不管你看到的是什麼 先 先觀察一下 那麼再等待一下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我有好幾次也是這樣 一聽到 那麼我們就非常生氣 怎麼可以這樣 就馬上要發作說 等一下 先等一下 後來過了不久發現 不是這樣 真的 我有好幾次狀況 後來我就學乖了 因為你覺得 剛這樣你就很生氣了 怎麼可以這樣 馬上去處理對不對 後來發現不行 也許不是這樣 不管是誰講的喔 不管是誰講的 也許 因為他也可能被他自己騙 他可能被現象騙 所以你先冷靜下來 再等待看看 再看看 再看看 有時候等了好幾天 發現到 原來他不是這樣想的 原來他不是這個意思 原來這樣做是有原因的 你才發現到 不是這樣 那麼那一次如果你自以為對去處理 那後面問題就很多了 就後面就是這樣 樂著升級起源 馬上就產生更多的問題 本來很簡單的是 我們因為煩惱 夾雜進去把它複雜化 本來很容易解決的是 因為我們的錯誤判斷 把它複雜化 更難解決 那這個 這個我也有很多經驗 但是後來你就是說 當然也不可能每件事都這樣 但是你就會養成 先冷靜 先內疾其心 這一步你看啊 先內疾其心 那你在心很動亂的時候 煩躁不安的時候 那個沒有辦法接受 怎麼樣就馬上很衝動的時候 這個時候不要 這個時候沒辦法如實觀察 沒辦法如實觀察 所以第一步一定要內疾其心 那麼就是心安定了 你沒有動亂了 就是你沒有成見 沒帶著 沒帶著受他影響的成見來看這件事 那麼之後你才能如實觀察 那這個很重要 我們先下課